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科技有关的各种业界资讯和动态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来到第一条消息 去年美国企业是增加了在风投领域的投资 一些高管表示 新冠疫情引发了最近的市场风向的转变 促使他们的企业投资科技初创公司 数据显示 去年首次参与风投的美国企业数量大大增加 相关风投交易涉及的总金额也有所上升 这一情况与之前几次金融不确定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那时许多企业从初创公司投资领域撤出 导致了传统风投公司的不满 这一风向转变也表明 风投领域正越来越吸引非传统的风险投资人 以及那些希望跟上颠覆性技术发展步伐的企业 在风投领域对中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企业 这类外部投资者正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此外 新冠疫情促使电商等市场飞速发展 并加速了许多服务项线上的广泛迁移 企业投资者也表示 从战略角度来讲 这让许多企业更加有兴趣去投资那些与其业务相关的科技公司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长期以来对曼哈顿摩天大楼、美国海滨、度假区或城市购物中心区 深感兴趣的外国房地产投资者 现在正越来越多的将目光投向位于美国郊区的那些仓库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是新冠疫情正如何重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迹象 美国国内和海外的投资者都在重新考虑他们的首选投资目标 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的城市中心办公区因为疫情而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 与此同时 电商配送量的激增正推高对仓库的需求 特别是租赁给亚马逊公司等大公司的仓库尤为抢手 欧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阿尔斯豪斯表示 外国买家认为这种投资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全球一家最大型公司所发行的公司债 法国安盛投资管理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在去年12月以8.75亿美元 从Carport Property手中买下了27处美国物流设施的多数股权 就在同一个月 德国安联旗下的房地产部门表示 同意买下一个美国物流资产组合的49%股份 与Crowholding建立起合作关系 经济上表示 受益于汇率对冲成本降低的韩国企业尤为活跃 例如韩国国民年金工团去年也与Stockbridge Capital Group达成合作 以20亿美元购买了23个仓库 根据Real Capital Analytics编织的年末外国投资者投资情况的初步数据 这些仓库交易助推了韩国收购美国商业地产的交易额增至52亿美元 在2020年增长了66% 外国对美国房地产的整体投资额下降至31%至355亿美元 这伴随着疫情引发的更广泛的房地产销售下降 中国曾是最大的海外投资来源地 但已经连续两年没有进入这一排名的前十 中国的保险公司和其他大型投资者面临的中央政府 要求他们将资金撤回国内的压力 扭转了他们多年来对美国房产的购买热潮 分析人士表示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中国投资者撤走的原因之一 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高级副总裁科斯特洛表示 外国买家对美国工业地产的投资兴趣并不新鲜 但在疫情期间 随着电子商务推动了对这些配送中心的更多需求 这种兴趣变得愈加浓厚 房地产服务公司Newmark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 除了仓库之外 海外投资者也像美国投资者一样 对美国的数据中心 医疗健康和研究设施 以及学生宿舍产生兴趣 虽然从传统上来看 外国投资者往往专注于 他们曾经去过的最了解的一些美国的主要城市 但经济商表示 部分外国投资者正变得热衷于购买那些阳光 更充足的较小城市的地产 此类城市过去一年中吸引了新一波的移民 例如根据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数据 萨克拉门托获得的外国房地产投资额 在2020年增长了超过一倍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和SpaceX的马斯克以及Blue Origin的贝佐斯不一样 比尔盖茨对将人类送入太空这一个事不感任何兴趣 比尔盖茨最近表示 他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马斯克通过特斯拉所做的事 是有史以来任何人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你知道低估马斯克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盖茨也补充 他说马斯克不是火星人 并表示他不认为火箭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身家超过130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最近发布了新书 如何避免一场气候灾难 他表示人们需要关注地球上的一些更大的气候变化问题 比尔盖茨称 特斯拉等公司在乘用车等容易的东西方面做得很好 但人们需要解决其他行业的问题 才能对气候变化产生更大的影响 他说我们在钢铁水泥肉类等难做的事情方面做得还不够 比尔盖茨还表示 可悲的是人们正在考虑的问题 电力和乘用车等只是问题的三分之一 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解决另外三分之二的问题 如果只关注那些短期指标而非全面的环保问题 那么就会错过最长的前置时间 而这是最难做的事情 比尔盖茨还表示 他宁愿把钱花在麻疹疫苗上 也不愿做火箭去太空旅行 他说我不会在做火箭上花很多钱 因为我的基金会花1000美元就能买到麻疹疫苗来拯救一条生命 所以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会想 其实我可以把那1000美元花在买麻疹疫苗上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波音公司对于中程飞机的雄心 可能又是这个错误时间里的正确想法 去年这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制造商 开始与客户讨论建造这样一款单通道客舱的飞机 接着在1月底举行的第四季度业绩发布会上 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几乎确认 该公司的下一款喷气式飞机确实将面向国际长途航班和国内短途航班之间的中间市场 这似乎结束了有关波音可能优先考虑替换麻烦缠身的737 MAX的猜测 该机型现在已经恢复飞行 没有替代机型的猜测来破坏MAX机型的销售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上周行业期刊《航空周刊》报道称 这款新的喷气式飞机可能是双通道机型 将恢复卡尔霍恩去年上任时波音放弃的所谓新型中型飞机的项目 报道发布之后议论声四起 不过这一次项目不会只有225座和275座两种机型 还会有第三种更小的机型 波音以前有过这方面的尝试 在1982年 该公司以757和767两款机型瞄准 中程市场 但结果表明 200座的757太超前了 一直不怎么受欢迎 直到1990年代 才作为跨大西洋航线的机型 获得一席之地 现在757瞄准的市场是航空业最有前途的市场之一 这个市场的增长 可能会以中枢辐射式航线网络为代价 该网络已经因疫情而被削弱 波音和空中客车已着力于开发小型飞机 最新的超长航程机型 737 MAX10和A321XLR预计于2023年投入使用 然而A321XLR的销售表现好于737 MAX10 销量之比达到4比1 而且波音无法对757进行升级 因为该飞机在2004年就已经停产 供应链早已不复存在 投资者一直不怎么看好新型中程飞机这个概念 波音原本预测的4000架737 MAX10销量 被认为过于乐观 一些分析师预计该机型最多可以取代正服役的 700架767飞机 如果推出一种体积更小的机型潜在市场规模 可能扩大一倍以上 因为也将能替换服役中的600架757飞机 但此类机型可能会侵蚀737 MAX10的市场 而且一款双通道飞机是否足以和机体更窄的空客 竞争机型相抗衡还有待观察 不过波音本该在几年前就进行这种尝试 为这个项目开绿灯 7小时飞行的一个大问题是 人们会觉得这种航班时间太长 不想在一架小型A321或MAX10飞机上度过 如果此类航线真的需求增加 那么更加宽体的中程飞机可能会反而大受欢迎 波音目前背负着520亿美元的长期债务 是两年前的三倍但这也算不上一个大的阻碍因素 这种飞机的研发费用将在200亿美元左右 根据波音预计的2022年开始将获得的经营现金流计算 只要两年就能拿出这笔研发成本 真正的问题就是这种新型中型飞机 最快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投入使用 这个时间或许会有一些太晚 无法阻止空客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 同时也太早了 无法从发动机技术的下一次大飞跃中获利 卡尔霍恩则表示 我不认为发动机在该项目中的作用 能够于过去相避美 得益于复合材料 这款飞机确实将拥有优越的机身经济性 但发动机通常在增强效率方面 起到三分之二的作用 而且空客有可能再次升级A321 正如波音757的例子所显示的 实际和设计一样重要 这一次可能也会证明这一点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IBM正押注自己的研究 可以加速碳补货等新兴技术的发展 以实现其温室气体净排放为零目标的最后阶段 IBM的总裁怀特·赫斯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不会从事碳补货业务 但我们正和其他公司合作发明此类技术 这家总部位于纽约州阿蒙克的信息技术公司 和专利巨头在本周二表示 公司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到2025年将排放量较2010年的水平减少65% IBM表示 到2025年75%的电力使用将依靠可再生能源 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90% 该公司的大部分碳阻机来自其数据中心 根据2015年发表在《挑战》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到2030年数据中心预计将占全球用电量的10%以上 毫无疑问 我们正在依赖一些还不存在的技术 怀特·赫斯特表示 我们之所以有信心这么做 是因为我们是帮助开发这些技术的主力 怀特·赫斯特此前曾担任 开源软件公司红帽的首席执行官 IBM在2019年以约330亿美元的价格将红帽收入麾下 怀特·赫斯特现在负责IBM的云计算和认知软件服务 今年1月 IBM与苹果公司Verizon 波音公司等十多家公司 已到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气候与可持续发展联盟的创始成员 旨在共同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 好了 今天就是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